好,来到第二节了 继续有罗佳燕医生Hidy 和我们分享一下脑磁刺激治疗 Hidy,刚才那一集分享了一个原理 我想知道脑磁刺激治疗TMS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整个过程有没有多久才会见到成效? 其实这个过程就像我们现在坐在那样 整个过程是一个清醒的状态 治疗的人员就会在你头上戴帽 在帽子上就会记下大脑刺激的位置 而过程中就会用磁场来刺激指定的位置 整个过程会感觉到有点轻拍的感觉 而且磁场会有些声音 可能会有些高频率的声音 所以会带一个耳塞 以香港现在根据的一个治疗方案来说 一个星期是要接受治疗五次 而大概整个疗程就四至六个星期 那也挺长时间的 而且每一天都要去做这个疗法 因为现在香港现行根据老池刺激治疗疗法的频率 暂时都在用这个比较密的模式 现在最新一些研究都会尝试去看看 会不会一些比较小日子的方法 亦都可以达到同类的效果 但香港就未实行 那其实有没有说做完之后 是不是已经立刻 我做完之后心情会好了 还是都要一些时间才会好了 如果你做第一次心情好了 一定是见到医生太开心了 一定是 一般来说都是好像 食药心理治疗那样 要少时间的 最快可能第二至三个星期 会看到有没有初步的治疗效果 所以都会建议治疗的期间 都会继续吃主抑骨药先的 那有没有说其实这个疗效 就是譬如我做完 刚才你说都做了几个星期 接着做了一段时间 那其实都可以维持到多久的呢 这个呢我对他答了一个很可谈的答案 就是因人而異 是的 如果答到就好了 但是呢 现在也都会看看有没有精准的医学 又或者是一些个人化的治疗 可以透过了解这些症病患者的一些特质 譬如可能他们有些心理特质 情绪的特质 或者一些病理的特征的话 去分析可能这一班人 做这个脑磁刺激治疗 反应会特别好的 这一班人呢 他有某一类同类的特质 可能食药会好一点点 但是现在呢 也都是在这个研究方面进行当中 所以都没回答到你的 另外这个TMS 他跟传统的一些 譬如脑电击有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我也听过 都会好像有些叫脑电击 不过是不是一个不清醒的状态去做 嗯 是啊 好像Frasus那样说 脑电击呢 我们可能都会听的 有时在电视或者电影 都会以一个很差 很无片的形象 他会出现 摆两个东西在脑内 很痛苦的样子 很痛 咬牙关 这样的印象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画面 因为好像Frasus那样说 其实整个过程是麻醉的 他没有感觉 也都不会有痛 或者是会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个脑电击的治疗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抑郁症病患者 譬如是可能不吃东西 不洗澡 已经是失去治理能力 或者严重自杀倾向的病人 其实有很迅速的治疗效果 但是他不好处就是因为要麻醉 所以每次都会需要做麻醉的步骤 就跟这个脑磁刺激不同 脑磁刺激就是清醒的状态 就散了麻醉的步骤 明白 那脑磁刺激本身有什么副作用呢 例如做完之后 会不会有些头痛 或者会有些不舒服 因为脑磁刺激始终都是透过磁场 来刺激大脑的角质 所以他在刺激的时候 有机会会有轻微的头痛 而且如果刺激到三叉神经 会有短时间的牙痛 或者面部神经的複速 但是都是很短的 另外刚才提及过 跌场的时候 就会有些嗤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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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嗤 cause 听我说的3次应该不会觉得很烦 但如果不停地重复很高频率出现 就会很困扰 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暂耳鳴 所以会打议饰室来避免这个情况 非常罕见的副作用 就是很少数人有机会出现抽筋 又或者会出现一些狂躁的症状 所以在治疗期间密切的监察是很重要的 刚才说的脑齿刺激治疗似乎挺好 效应也是清醒的状态 但有什么人不适合做这个治疗呢? 虽然副作用比较轻 但是有些人都要小心 例如如果本身有严重心脏病 又或者身体装了一些金属直入气 例如是心脏起搏器的病人 都是不适合做这个脑齿刺激治疗的 而另外如果病人怀孕 又或者有些脑部的病变 会增加这个抽筋的风险的话 都要小心未必适宜做这个脑齿刺激治疗 那脑齿刺激治疗的成本是不是都会很贵? 如果有些朋友医很久都未医得好 想要试一下这个治疗的时候 有什么途径呢? 其实刚才Francis说贵 我想成本主要是一个时间的成本 也都是 刚才提及过了 Francis也留意到一天延续五次 还要做四至六个星期 即是有机会上班、上学 未必有时间释现到 而且整个过程 治疗师都要密切監察身体和精神的反应 所以时间方面会用多了 而现在香港现核用脑齿刺激疗的频率来说 而另外如果有些白人真的要看是否适合做脑齿刺激治疗 其实主诊医生会给你一个初步意见 如果主诊医生会推荐你 觉得你适合做脑齿刺激治疗的话 可能你也可以认真看一条片再认真考虑一下 好啊 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 因为刚才听Hidy说 你现在在研究经脑直流刺激 那这个疗法是什么 其实经脑直流刺激 也是一个脑齿刺激疗法的另类疗法 不过现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还未广泛实行 因为它好像用TMS 都是用微量的电流 但直接可以传到大脑的角质 所以整个方法亦是一个无侵入性 和副作用都比较轻 但它的成效方面 有些初步研究都显示和抑鬱药相弱 不过始终未广泛使用 所以这个也是研究的阶段 好啊 希望你可以继续花多时间去研究 希望可以帮到多些抑鬱症的朋友 谢谢Hidy 我们原来抑鬱症在治疗上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最重要是当你感觉到自己抑鬱症 有抑鬱症的情况 或者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懂得找身边的人士去帮忙 也可以包括一些专业人士 因为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帮到你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一次多谢罗医生 Hidy 在其他的节目里面 就再跟大家讲一下 其他一些精神健康的题目 拜拜